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进入夏天后,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接下来进入6月后,气温更是飙升到了30摄氏度以上 这一天一热,人就贪凉 炎热的夏天怎么能少了冰西瓜,冰镇绿豆汤 不过,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名医邹云祥老师立下家规 家人后代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允许吃冷饮 邹燕琴介绍,家族饮食原则也没有什么特别 也没有什么忌口 不过他父亲邹云祥去世前曾留下一句话 不论研究学问到多深,现代科学如何发展 有一条铁锅不能破,不准家人和孩子们吃冷饮 冷言冷语不听,冷菜冷饮不吃 中医 邹云祥教授曾经和家人说过 胃洗温不洗凉,肾也是洗暖不洗寒 冰冷食物对胃伤害大 人体的气血,无补营养都要靠脾胃来吸收孕化 靠肾脏排除人体代谢毒素 所以,保护好脾胃和肾脏非常重要 西医 这是因为胃的表皮有一层黏膜 能分泌粘液,保护胃自身不被消化液消化掉 冷饮的温度一般要比胃内温度低20-30摄氏度 长期过量的冷食物进入胃 会使胃粘膜,下血管收缩 粘膜层变薄 使保护胃的天然屏障 粘液层受到破坏 导致胃的防卫能力下降 胃酸和胃蛋白酶的清洗力增加 出现粘膜水肿和糜烂 最终形成慢性胃炎 男女老少都应少吃冷饮 老年人避免诱发隐情疾病 中医介绍 人到老年,吃药药效不好 营养补不上 情况多半在于脾胃不好 中老年人时已缓,淡,暖 不要吃冷饭冷菜 更要少喝冷饮 如果大量喝冷饮 会致使老年人血管突然收缩 血压升高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容易诱发脑溢血 男人当心诱发心梗夺命 冷饮一般人会想到是甜品 因而男人吃冷饮 好像没有特别的禁忌 但是好饮啤酒这种常见的行为 很容易被忽视 啤酒一般都是冰的呀 一,老人夏季甚吃冰 小心脑结冰 男子肚子爆炸 失血八成 曾有新闻报道过 55岁的武汉人老赵 喝下三瓶冰皮 吃完饭就去洗热水澡 当他把淋浴喷头 对着腰腹部冲起时 土感浑身疼痛 家人发现后 赶紧将他送到家附近医院 原来是冷热刺激后 皮动脉瘤爆炸了 短短几个小时里 除血量达4000毫升 相当于流光了人体80%的血 呼吸心跳一度骤停 经过连夜急诊手术 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据介绍 人体颅内动脉血管 对疼痛很明显 高温季节 运动劳作后 头部一出汗 这时血管扩张 如果骤然预冷 如猛持冰淇淋 冷水冲洗 可能引起 颅内血管功能异常 专家提醒 患动脉重要硬化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及抽烟 喝酒人群 血管质量都变差 建议 这类人群定期到医院 做血管方面的检查 看是否有动脉瘤形成 一旦发现 应尽早解决 局部血管瘤 导致血管壁越来越薄 一旦遭遇冷热刺激 血管膨胀 便加速了动脉瘤的破裂 二 医生提醒 这是脑梗危险信号 冰水解渴后 头晕五分钟 八十岁的刘阿姨出门办事 浑身大汗 口渴难耐 就去小卖部 买些水解渴 可是没想到的是 才喝完水三十秒钟 刘阿姨就出现了 明显的剧烈头痛 持续时间将近五分钟 专家说 这竟然是脑梗的危险信号 医科大学神经内科 武力勇提醒 尤其是由脑血管病变的老年人 当大脑血管受到外界的冷刺激时 大脑血管收缩 血流减慢 容易导致脑梗死 什么是脑结冰 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讲的就是 大量食用冰淇淋 或者冰的东西之后 头部神经疼痛的情况 通常气温高的六七月 是高发时段 高发人群是中老年人 很多人寒冬时节 出门头部暴露在冷空气中 或用过凉的水洗澡 会感觉头部一阵刺痛 也是这个原理 三 脑结冰的症状表现 头痛 头晕 受冷刺激后 10到20秒开始刺痛 30到60秒后剧烈发作 一般会持续5分钟 最长的可能持续25分钟左右 恶心呕吐 冷刺激导致脑部血管禁卵 影响大脑供血 从而出现恶心呕吐等相应症状 血压增高 冷刺激导致血管禁卵 血压增高 由此增加脑部供血 少吃冷饮能防病 夏季因为天气炎热 奏力开泄 一旦含血入体 会比冬天受寒更危险 一 心脚痛 心梗 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李光熙 李主任提醒 夏季受寒 引起基础疾病的加重 血管受冷收缩 血压升高 很容易造成心脚痛 或脑血管的问题 二 腹泻 老年人肠胃弱 吃深冷食物 容易恶心 呕吐 腹泻 甚至引发急性肠胃炎 三 咳嗽 咳痰 夏季受寒 容易引发咳嗽 咳痰 长期不遇 导致哮喘 四 寒湿 经常会感觉到手脚冰凉 关节疼痛 中医科学院教授 韩学杰韩老师提醒 冷容易消耗体内的阳气 尤其是中老年人 虚寒症更明显 容易胃寒 手脚冰凉 关节痛 女性还容易痛筋 四 吃冷饮的正确方法 一 选择合适时间 饭前空腹 刚吃完饭后都不宜喝冷饮 否则易伤胃 一般可选在饭后30分钟 或午睡后喝为宜 待冰块冷饮 以下午3点左右喝为好 此时人体阳气最旺 不宜伤害人体 二 每次要吃的适量 一定要适量 适量再适量 不要一次连续吃雪糕 冰棍超过两只 喝冷饮 每次以150毫升左右为宜 瓶装饮料 一次别超过半瓶 如果一天里多次吃 每次间隔最好在两小时以上 三 大汗后 别马上喝冷饮 刚外出归家或因活动出汗较多时 不要立即喝冷饮 否则易导致汗壁 导致汗毛孔 宣泄不畅 机体散热困难 余热续肌 极易引发中暑 四 冷饮在冰箱中 储存久了 别喝 冰箱不是保险箱 一般家庭冰箱 无法有效起到 杀灭某些病菌的效果 所以 冷饮买回 最好尽快食用 在冰箱中放得过久 品质和安全性会降低 另外 融化的雪糕 别再放回冰箱 五 饮热饮 间隔半小时以上 夏天最忌讳冷热交替饮用 一冷一热 对人的牙齿损害很大 而且 对肠胃的损害也很大 对人体肠胃功能造成紊乱 正确的饮用方式是 冷饮与热饮 应至少间隔半小时再饮用 五 夏季老人怎么避暑 防寒的同时远离脑结冰 一 自行按摩疼痛部位 可以缓解脑结冰 医生表示 夏季不要贪食冷饮 如果在吃冷饮时 感觉头痛不适 不妨轻轻按摩头部 一般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后 症状会减轻 但如果出现持续恶心 呕吐 头痛等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 二 吃冰西瓜和冰饮料 尽量寒一寒再下肚 预防冰淇淋头痛 医生提醒 夏天使用冷饮需适量 且不要把冷饮直接吞到口腔后部 因慢慢寒化 喝冷饮最好能细细品味 慢慢饮下 这样对胃肠刺激较小 吃固态冰块 入口后可先含在嘴巴前端 等冰融化 接近体温再慢慢吞下 这样才不会过猛刺激大脑血管 咽喉 呼吸道 有相关病食者更因肾食冷饮 远离寒冷环境 少吹空调 年轻人应该注意 夏天大量运动后 一定要用温水冲洗 避免用冷水冲凉 此外 患有心脑血管病的老人 更需要注意 三 冬吃萝卜下吃姜 喝姜枣茶 健脾养胃 驱寒湿 中医祖方中多用生姜大枣 伤寒论的113章药方中 37个方子都用到了生姜和红枣做配物 它们是补脾胃之气的好搭档 大枣性温胃干 生姜性温胃腥 中医认为心肝化阳 二者搭配可以激发阳气 姜枣茶 食材有生姜2-3片 大枣3枚 做法是 生姜洗净切片 大枣掰开 加水煮20分钟 如果不方便煮水 也可以直接放入杯中 倒入开水 盖盖冲泡 夏季炎热 朋友们不要贪凉 夏季少吃冰 常喝姜枣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炸快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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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